在我们北方啊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 就是山野菜盛产的季节了 那吃惯了大鱼大肉的都市人 多吃一些山野菜 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 铁岭市大电子镇 当铺屯村的菜市场 我们去看看 当地都有哪些当铃的野菜 要说北方的春天 还是吃野菜的好时节 胖多多的刺嫩牙 鲜嫩嫩的水芹菜 薄烘烘的猴子腿 品种繁多 营养丰富 这时候的早市 到处都有 吆喝着卖山菜的山饭 一早买上几样 一顿丰盛的山野菜 就会让全家胃口大开 卖的最好的就是 哪个山野菜 哪个品种 卖的最好的 最好的 四周牙和猫爪最贵 还贵 多少钱一斤 猫爪的 一顿上下来的时候三十米 三十啊 一顿上下来的时候也三十 老话讲春雨贵如油 随着春雨的到来 这极具时令的山野菜价格 也是一路畅高 然而价格虽然高 这山的味道却备受青睐 这山菜不懂得绿色食品吗 这个季节都爱吃这个菜 对眼睛也没有害处又好处 说得对 没有哪个季节能够比得过当下 吃一口当季的野菜 显然不容错过 那么这么鲜嫩的野菜 当地人是啥吃法呢 这个吧就是 也是在饭店买 也是蘸酱 这个你就是回去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完了搞点盐压上 压完了就那个 少好一点味醋 完了搞点辣椒油 这个菜好好吃 这个好吃 吃法简单 风味独特 原来不被重视的山野菜 越来越多的被摆上了餐桌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菜摊上 各色的山野菜带着清晨的露珠 清晰扬眼 琳琅满目 这挖山野菜的大军 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这逛了一早上菜市啊 我发现这山野菜啊 鲜鲜的嫩嫩的 闻起来呢 还有一种常见蔬菜 所没有一股特殊的清香 那在咱们北方呢 可以说山野菜的品种 是非常的丰富 那到野外 自己亲手去挖 也是一种乐趣 那接下来呢 我准备到镇子上 去找一位行家 带咱们一起上山去挖 山野菜吧 城中桃里 愁风雨 春在溪头 祭菜花 这可能算是描写山野菜 最美的诗句了 这不 春风一吹 满地的野菜 又长了起来 大垫子镇 位于铁岭市东部山区 属于长白山渔脉 自然条件 形成鲜明的 七山半水分半田 一分道路和庄园的 山区特色 在这个季节 草长应非 我们不妨带着刀具 还有篮子 一起上山去挖野菜吧 不仅呢 能够感受到阳光明媚 还可以感受到大自然 给予我们的美好馈赠 那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要介绍的行家 杨慧 杨大姐 杨大姐你好 杨大姐非常厉害啊 她能够辨识出几十种的山野菜 那杨大姐 接下来让我们上山去挖野菜吧 好啊 袁夕 走吧 春暖花开 万物生长 田野里的山野菜都疯长了起来 大殿子镇都有哪些山野菜 这些野菜又长在什么地方呢 袁夕 我们这片山呢 山菜特别多 就是在我们父辈 和我母亲那一代人 爱乐的时候 这片山养活了好多人 这就靠施山菜活着太多人了 所以这片山上有很多的山野菜 是吗 很多山野菜 你看这个 哪个 这个就是紫叶菜 这个是紫叶菜 它那叶子背面是紫色 我看它长得特别像小白菜的那个叶子 是的 非常像 就是它跟别的山野菜吃法是不一样的 怎么吃 就是它得用 开水焯一下 然后那个晾干以后冬天蘸酱吃 非常好吃 它其实是不能生着吃的 就我们洗干净了是不能生吃的 对 对 它现在吃也能吃 但是它口感不好 发射 而且我感觉摸起来 它表面会有这种绒毛 是吧 对 它可能会这个口感 会扎嘴 对 特别好看 然后后边是紫叶菜 紫叶生菜 极富营养价值 它含有花青素 胡萝卜素 对人体最大的好处 就是重消化 对 同时它还具有抗衰老和抗癌的独特功效 会挖了 不用再挖了 那个不是了 对 那可不是 这可是 放放脸 这个也是 对 这一个也不浪费 都留着 袁夕 你看那有大热芹 那个是大热芹 对 大热芹的味道特别的清香 对 然后它可以包馅吃 那如果我们采大热芹的话 我这个工具可以 最好了 这个是最好了 你那工具比我这好用 我就把它 然后这大热芹还有降血压的助力 这个 这好多的大热芹 其实也有跟大热芹很像 你看 你看这种草 这个也在大热芹 和大热芹有点像吧 但是它就不能吃 杨大姐说挖野菜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野菜的识别 对于不认识的山野菜 既不要采摘 更不要食用 那怎么辨别呢 大热芹是这样的 你看 这个芹菜 它这个叶子 芹菜的叶子 你看芹菜长得 长得是这种 这种像咱们土化说 就爬了壳 然后这个那是一个毒蹄 而且它的杆也是不一样 对 你看这杆颜色 这个是绿色 这个是紫色 主要看杆是吧 对 有些野生植物 看上去 与常食用的山野菜很接近 但却含有剧毒 因此 这挖野菜 还真的有点技术含量 那么 在野外一旦误食了有毒野菜 排毒和解毒的有效方法 是什么呢 催吐 可用手指触及咽喉 直至吐出清水 二 倒泻 可直接喝肥皂水 除去一道肠内的毒物 三 洗胃 喝下大量的凉的浓茶水 起到洗胃的作用 四 解毒 烧木炭盐木 寻找野山梨或柿子 榨汁 活水 灌下 可吸附或中和生物件 重金属和酸类等毒物 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山野菜 我看那边有个刺嫩芽是吗 杨大姐 这就是刺嫩芽吧 你还认识刺嫩 因为刺嫩芽市场上特别常见 对 大家都比较喜欢吃 我们把它称作山野菜之王 这个 对 因为它本身就有药油价值 就是它吃它据说都是不肾 非常效果 这个是吧 比如腰酸腿疼了 吃它 甚至肾毛病带来的 然后从哪里有作用 刺嫩芽 在辽东地区最富盛名 它的皮和根都是药材 平时人们吃的都是嫩芽 香甜味美 清嫩醇厚 并被誉为山野菜之王 是难得的美味山珍 春暖花开 对于吃货来说 随春而来的 不仅有微风暖阳 鸟语花香 最重要的是 那过期不后的山野菜 这位大姐是挖野菜大军中的一员 每年春天都会来山里挖点野菜 再带回城里尝尝鲜 每一种山野菜 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 家乡的山野菜 不仅是饥荒年的救命菜 更是现在餐桌上的一道山野美味 这来踏青挖野菜的人还真不少 快看前面那位大哥 他在找啥呢 你好大哥 我这看您挖了这一筐呢 都是山野菜吗 这是山芹菜 还有我这婆婆听 这山芹菜啊 包饺子炒菜吃都行 那怎么行得上这来采的呢 这是咱老家嘛 这是开春了 回来拖点野菜吃 想念这的味道了 对对对 一哈腰一抬身 还有那对着山野菜的轻轻抚摸 透露出对家乡味无限的眷恋 心非物语寄相思 一片绿叶总观情 也许生命就像这野菜 无论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 总得顽强地生长 菜老了 菜去了 一脉命根 却渊源流长 山野菜 不但让城里人的餐桌上 多了些新鲜的利益 也因为它的广受欢迎 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 大姐 我看你这一筐没少挖呀 这下野菜 你这 这大概挖了多长时间 这没少多长时间 一会就挖了挖 今天都挖着啥了 今天有 榕与菜 就这个 榕与菜 这个是地龙无样 这个可以炸了 可以炒 还可以冬天吃 那你像这些的话 你是准备回家吃的吗 也不都是自己吃的 有一部分 也有卖的 这种就是卖 这个是三十块钱一斤 这个 这个可以卖 卖了 这个叫龙虚菜 龙虚菜是吗 对 三十块钱一斤不便宜呀 不便宜 咱们都卖点钱嘛 瓜子不嫁用嘛 还是上学啥的 就可以搞它换钱了 这位农村大姐的孩子 在城里上学 农闲时 就上山上采野菜 第二天拿到早市去卖 贴补家用 家乡的山野菜 不但让离开它的人想念它 也年年岁岁 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子民 同时 山野菜 也是大自然赐予的礼物 每年四到五月 是采摘山野菜的最好时节 除了大垫子镇 有漫山遍野的山野菜 辽宁的丹东 本西 宽店的山野菜资源 也极为丰富 同时 大部分山野菜的营养价值 高于普通蔬菜 并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 迎合当下时刻 对农产品消费标准和理念 因此普遍受到人们的青睐和关注 使山野菜消费热 在国内外悄然兴起 在开发利用山野菜资源的过程中 保护其资源也很重要 对一些资源条件好 山野菜种类丰富的地方 建立自然保护区 对稀少 价值高 可利用的山野菜 采取逐年移植驯化 怎么样 看我今天采到了这么多的山野菜 这可多亏了杨大姐你的指导 袁夕你聪明 我们大目屯屯有一个我特别好的朋友 他做的山野菜包着特别好吃 我带你去尝一尝 真的 走吧 这漫山遍野的山野菜 营养丰富 清新爽口 如何才能把野菜制作成美食 还保留着浓浓的家乡味呢 袁夕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董大姐家 她蒸的山野菜包着特别好吃 山芹菜馅包着特别香 特别好吃 特别香 蒸包专业户 这也是董大姐吗 是 这董大姐 董大姐你好 我说准备啊尝尝你包着包子呢 走吧 大伍吧 提起董大姐 当铺屯的人可都知道她 一个是因为她热情好客 另一个是因为每年的四五月份 她都会请大伙吃她包的山芹菜馅的大包子 董大姐说 她的食材是当地特有的 是家乡人走到哪儿都会想念的味道 而山野菜最重要的就是 现采现吃 酒放的山野菜口感会变畅 所以刚一进屋 董大姐跟袁夕就迫不及待地忙活起来了 董大姐这个是伯伯丁吧 对 刚才都掰开 袁夕 每一个都掰开 对 都掰开 帅一双 婆婆丁 咱东北人的吃法就是蘸酱 而且还是咱自己炸的鸡蛋酱 为啥是鸡蛋酱而不是肉酱 主要是因为鸡蛋比较容易得 以前也没有冰箱什么 农村也不是天天有鲜肉吃 从鸡窝里掏的鲜鸡蛋倒是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看似普通的鸡蛋酱 还带着浓浓的家乡味 炸好了鸡蛋酱 咱们就开始煲山野菜馅的大包子了 山芹菜焯好后 攥去水分放到菜板上切碎 再放入肉馅中搅拌均匀 面油匀 揪成均匀的小剂子 按扁 擀成皮 包子的面要比馒头软一些 软面延展信号 可以包入更多的馅料 看着董大姐包包子娴熟的手法 怪不得村里人都叫她 蒸包子专业户 我们山芹菜馅的包子已经包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开蒸了 我盖上 大概蒸多长时间呢 十分钟是吗 十分钟之后我们就准备吃包子了 山芹菜馅的 包子成了形 上了锅 接下来就是等候的过程了 农村的大铁锅 是他们每日三餐都要用到的 这个大铁锅 承载了很多人童年的梦想 董大姐说 小时候到了吃饭的节骨羊 就围着锅台转 期待锅盖揭开的那一刻 比现在的彩票开奖 还激动人心 包子好了 来吧 我们开始捡吧 董大姐 还有两个 好嘞 好了 我们山芹菜馅的包子已经热腾腾的出锅了 准备上桌开吃了 看啊 这满桌的菜都是我们今天劳动的果实 这个上野菜是我们采的 然后这个包子呢 是我跟董大姐一起包的 山芹菜馅的 山芹菜馅的 那我们就开饭吧 开饭吧 太好了 你尝一尝我炸的鸡山酱婆婆丁 来咱们一块尝一尝 尝一尝 我们俩这样啊 老香了 好吃吗 真香 怎么样 这是我跟董大姐一起努力的结果 那这样吧 今天大家都在 那我们一起喝个饮好不好 来我喊一二三啊 咱们和个饮一起喊包子 来 一二三 包子 原汁原味的蘸酱菜 柔软鲜香的野菜包子 无论是哪一种吃法 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健康 而且还带着满满的农家味 看你们吃的这么香 摄像大哥只想说一句话 给我也留一点吧 哎呀 哎杨大姐 我就觉得这山野菜真是太好吃了 总感觉吃不够似的 嗯 那个 我知道我们镇上有一个 做山野菜做的样子特别多 真的啊 它做的菜还特别好吃 那就是山野菜 然后待会儿我带你去看看去 行啊 谢师傅 所以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位谢师傅 他能把山野菜做的可恶样的 然后我们这里人都知道它 是吧 谢师傅你好 我是原汐 你好原汐 这可算见着你真人了 这杨大姐说您一道了 说你做这个山野菜要特别好吃 我这今天啊特意来尝一尝 行 原汐一会儿跟我上厨房 给你露一下 好 衣食铜圆是野菜得天独厚的优势 野菜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 其中多糖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防止感染性疾病与肿瘤 黄酮则能够抵制自由基对细胞的损害 灶带具有显著改善心血管功能的作用 此时的山野菜又鲜又嫩又爽口 无论是清炒凉拌还是炖鱼 都别有一番风味 谢师傅这么多山野菜啊 这应该都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吧 那你像这些山野菜怎么做会比较好吃呢 这种吃龙牙这个吃嫩牙可以凉拌 还可以远炸还可以炖鸡鱼特别好 就他和他一起做会比较好 我看你这鱼已经准备好了 对对对 那还有其他的 这个猫爪子 站这儿也非常好 猫爪子 这是尼龙羊 尼龙羊拌一下也挺好的 它是要凉拌是吗 对 凉拌 这吃骨架也是凉拌的 它比较有药用价值 它怎么吃比较好 它站这儿也行 凉拌也挺 都非常好吃 小叶芹炒肉 先把小叶芹洗干净 再用开水烫煮 锅中放肉炒熟 爆锅后放入小叶芹 刺嫩牙炖鱼 葱姜爆锅后放入鲫鱼煎下 再放入清水料酒等 鱼要炖好后再放入刺嫩牙 小叶芹炒肉这道菜清爽可口 同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刺嫩牙炖鱼具有去风湿 散淤解的功效 是健体强身的绝佳食品 谢师傅做的每一道菜 都离不开大自然的馈赠 每一道山野菜 也都离不开人类的智慧与辛劳 这漫山遍野的山野菜 没有污染 营养丰富 清心可口 不但日渐成为了 人们餐桌上的新宠 甚至还登上了大雅之堂 那这小山野菜 是如何完成它的 华丽大变身的呢 绿色饮食观念的盛行 山野菜已经成为了 新时代的宠儿 成为了不少城里人 喜欢吃的菜药 镜头里的这位 认真做着山珍海鲜 大拼盘的烹饪大事 将为我们带来 满满一桌子的山珍宴 太好了 王老师 这一桌子山珍 我之前听过全羊宴 全羽宴 还真第一次听说过山珍宴 那你怎么想到说 能够把山野菜做出 这么多种做法 这个山野菜啊 它呢既要有价值 六十米价值 那老百姓 喜欢它的美味 喜欢它吃的健康 随着人们对绿色食品的青睐 山野菜备受消费者喜爱 需求量也在不断地上升 山野菜也逐渐成为 城市里各大酒店的招牌菜 王老师 我觉得这些重头戏啊 就在这个次生拼盘上 我看这这么多山野菜 所有的营养价值 全在这儿了 是啊 这是很多的山野菜 这是经过我们煮过之后 做出来的一道拼盘 既有山野菜 又有海鲜 在春天里 感受山野和海洋的气息 听上去就十分美好 山珍与海味美妙结合 来品尝的食客 一定会深深爱上这个味道 除了山珍海鲜大拼盘 王老师还为我们奉上了 另外几种别具特色的美食 脆皮刺武家 主料刺武家 面包糠 牛肉馅 做法是软炸 口感香脆可口 具有饱肝抗癌的功效 呛拌辣椒羊 煮料辣椒羊 香菜 口感浓郁 具有通络止痛 消炎解毒的功效 刺那牙烧土豆 煮料刺那牙 配料土豆条 青红煎辣椒 这道菜清嫩爽口 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谢谢王老师啊 今天带着我这么多的美味 你像之前我们可能吃山野菜 就是单纯的焯一下吃或者是蘸酱吃 没想到小小的山野菜还有这么多种做法 还能做出这么好看的这个菜肴 所以我决定了以后每一年这个时候都找您来吃山珍宴 好了好了 远离了田野青山和蔚蓝的天空 远离了点点野花和清亮的鸟鸣 多种多样的山野菜 从大山里走进了菜市 再触碰到城市人的舌尖 那一抹若有若无的清香 是餐桌上的亮色 是童年的歌谣 亦是由子心中永远的相恋 相信 只要我们始终热爱并保护环境 自然会恩赐愈加美味 愈加多样的野菜 来回报我们的味蕾 正所谓踏青花野菜 舌尖品春意 这也许就是山野菜特殊的魅力所在 十年助手双腿受伤 是什么让它如痴如醉 早出晚归风吹日晒 是什么让它心满意足 第一楼遗址 明清古宅 为何怕任重道远 让我们探寻酒门口的前世今生 感受三个男人的家国情怀 分屋辽宁 我家住在酒门口 近期播出